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筹庆公园举办了家庭演餐的共玩活动 我们的父母有儿童造成人 然后生长者也有 绿油油的草皮上 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摊位前进行游戏闯关 我们要马铃薯 马铃薯 摸一摸 两只手两只手摸看 不少平常忙碌的家长 趁着假日带着孩子来参加 社会处所举办的家庭演餐共玩活动 现场结合多家社福机构 宣导及推广社福讯息 今天是由我们社会处来主办 有四个家庭福利服务中心 邀请了基隆市非常多重要的 社会福利服务工作的单位 包含了伊甸 爱家贝 还有等等的 十几个社福团体以及基金会 大家一起来公私协力 让民众可以知道 从长者到身心障碍到儿童 都能够有哪些福利服务 民众可以来一起申请 来一起关怀我们身旁的每一个朋友 活动开幕一事上 邀请市长谢国良到场 特别感谢社会团体长期以来 和市政府合作传播爱的力量 谢谢我们社会处长期以来都请托 跟这些社会团体来合作 对我们社会各方面的伙伴们 合作来提供照顾跟关怀 那今天有很多的家长跟孩子 共同来参加 我也很常带小爱来这个朝靖公园 这边很漂亮 然后上面也可以放风筝 然后呢走走看看 非常的幸福 那很开心大家今天能够过来 主要还是我们社会处 办这些活动 还是希望传达更多的关怀 来散播更多的爱 那让我们各个团体的帮助 跟需要的朋友们 大家凭此能够连结 那小爱爸爸很开心在这边 可以跟大家一起 度过周六的上午 跳 跳红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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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爸爸妈妈常常吵架 每次吵架的时候 我爸爸都会打我妈妈 打我妈妈的头发 妈妈都会叫我躲在房间里 活动中暖暖定祥社区发展协会 JUMI剧团在台上进行防暴宣导剧 加深民众防暴的议事 借着我们发展协会 然后组成的这个JUMI剧团 那在每一次的活动当中 我们这个剧团就借着这个 很简单的演戏的方式 就能够很清楚的 让这些的民众就知道 原来防暴可以这样子来处理 这是我们在成立这个JUMI剧团 最大的用意 市府社会处表示 透过大型户外野餐 共玩活动 让大小朋友走出户外 拉近亲子之间的情感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为了要根除肝病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 台北市华中福人社 与金融市政府共同合作 举办生肿朋友免费肝炎肝癌 及腹部超音波筛检活动 帮150位生肿朋友免费筛检 较一国小大礼堂 一大早就有民众排队抽血检查 工作人员小心翼翼 协助生肿朋友到检查站接受筛检 有机有球皮 你的观众这里没问题 有机有球皮也很好 就是大有大结果理 台北华中福人社结合了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 和金融市政府 10号上午在金融举办 免费肝炎肝癌及腹超筛检活动 现场提供了150个名额 给30岁以上的生肠朋友免费筛检 台湾B肝C肝非常的盛行 可是大部分的B肝C肝朋友 事实上他们没有症状 所以我们一定要靠筛检 那么这个筛检包括抽血 检查肝功能 B肝C肝的病毒标记 还有胎儿蛋白 另外还要做超音波检查 这一个缺一不可 那么最重要的是 我们不是久久才做一次 至少每年甚至每半年三个月 要看病人的病情来决定 一定要做一次抽血跟超音波检查 这样才能把我们有没有B肝C肝了解 还有我们肝病的情况了解 我们也为了很多的生肠的朋友 他们因为很多交通上比较不方便 所以我们特别来基隆做这个地区服务 也希望把我们今年的福伦年度主题 爱分享 分享爱 能够把我们的爱心 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得到 也希望福伦人平常都能够出钱出力出时间 出爱心 把大家能够结合在一起 也能够照顾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 也希望借由这个活动 让更多的民众知道要爱惜自己 因为C肝 因为肝病是不会说话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利用超音波 能够让更多的这边的民众能够早日发泄 也能够爱护自己 希望我们全民都能够有好心肝 好健康 赛检活动现场 全程安排无障碍动线 及提供手语翻译 师傅安排志工在现场 协助身上朋友 提供完善服务 我们平常都宅在家里 那平常的时候 因为不方便出门 所以我们说 希望有这个机会 能够让这一群伸脏者 当他们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不要忍耐着 而只是靠有时候吃止痛药来治疗 那当到发现到说 身体很不适应的时候 那往往会都延迟了那个治疗 非常感谢这个我们市政美和 让市政朋友也可以有这个 健康检查的资讯 那因为肝病在这个社会上 其实是我在台湾算是一个国病 那慢慢经过这几年的推广 我觉得我们人民都会预防 然后也会得到及时的治疗 副市长邱佩玲 社会处长杨玉昕 和卫生局长张震贤 一同出席筛检活动 特别感谢民间单位和市府吸手 照顾身脏朋友打造有爱的城市 爱心是大家一起累积出来的 能够重视北台湾所有身脏人的福利 也是我们要努力做到的 民间跟政府一起合作 今天这个场域让我们可以提早的 来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所以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事情 不是在后面做医疗 更有价值是做预防 所以你要知道 你自己的身体健康是什么情形 一定要健康检查 那今天很重要的是超音波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无拓无辐射 让大家可以好好在这么好的环境 一起来了解自己的健康 为自己的健康做出努力 一起来帮我们的身脏同胞们 做健康检查 那这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因为我们现场会有 这个无障碍的一个空间 让我们身脏朋友 比较容易的进入 这一个检查的空间 再者呢 我们的盲包呢 也会有人来协助餐服 那听障同胞呢 他们更有手语老师来协助 他们跟医护人员来做沟通 我想这个是完全符合 我们身脏同胞 以及弱势族群 他们的一个需求 甘基金会 推动全民复操运动 首度巡回基隆 提供身脏朋友服务 结合市府力量 一起为身脏朋友 永保健康 新年擦了没 好心好看 好健康 在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9月9号是一年一度的 国民体育日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举办健走活动 吸引了近千位民众参与 好不好 挥舞着手脚 伴力的暖身 在舞蹈老师的带动下 民众做起了健康操 2 1 请铭丁 铭枪声响起 踩着轻快的步伐 大步向前 海客馆举办千人剑走活动 一大早民众扶老西幼 全家总动员 一起出门运动 我觉得这样子的健走活动 对健康很好 然后也可以促进亲子的感情 那我们就一家三代一起报名了 93岁 那能参加这样活动怎么样 我觉得很高兴 怎么说 健康啊 很舒服 很舒服 走一走全身动一动 有没有好久没这样走了 天气转为秋天 但白天气温飙高 民众热情不减 就用市长谢国良 海科馆馆长陈树芬 和市议员郑文婷 出席活动 邀请民众多走出户外 身体才会健康 鼓励大家 多出来走一走 多出来运动 当然本市透过体育会 也举办很多的健康活动 无非就是希望大家多运动 多走出来 今天看到很多家长 带着可爱的小朋友 小爱爸爸就很开心 在这边祝大家 有一个美好的周末日 希望大家多走一走 多健康 多运动 事实上今天也是所谓的律师节 那我们在一大早 就来到海科馆 跟着大家一起健走 我们希望大家 透过健走的过程 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机能 都非常的健康 让大家都可以一起健康久久 9月9号刚好是国民的体育日 在一个风和日历 这个秋高气爽一个好节气里面 那我们海科馆今天刚好举办了千人健走 的这样一个活动 那无非就是想透过这样的一个健走 从我们的曹晋复义公园101高地 再绕回来海科馆 透过一个山海之美的这种情境 让民众除了能够走出户外 能够健走能够有一个好的健康之外 更重要的是也能够响应我们的律生活 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 用走路来代替这个行车 是一种非常好的减碳方法 那也鼓励大家只要有空 如果能走路尽量就走路 这项健走活动从海科馆出发 经过长潭渔港朝近公园到浮渝公园 总计三公里路程 完成健走民众盖完章就能获得完赛礼 还有机会抽中一金电视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2023国民体育日全国万人健走大会师 在南投县中心新村登场 破三万多名爱好体育运动的民众棋聚 一同享受健走的乐趣 庆祝112年国民体育日 全国万人健走大会师活动 在南投中心新村登场 基隆相亲热情参与 与各县市健走好手共相胜举 我们希望推动全民的运动 带动运动的风气 所以十年前我当时在担任市长的时候 非常感谢郑景州郑理市长 把这样的活动带到南投来 那十年后呢有这样的机会 再次的在南投市举办这样的活动 那县政府也非常的支持 所以不管在经费上面 我们希望能够来多支持 那么多鼓励 我们新的健保员来运动 你成功就对了 因为每年呢 都有这样的好的活动在举办 那透过这样的活动 那许多的民众呢 能够开始接触运动 然后进而喜爱运动 目前贵律运动人口的比率 也是逐年在上升 非常感谢我们郑景州 吉隆的主委是体育会的总会长 来举办这样一个万人践行 非常有意义 我们全民透过这个践行 要提出呼吁 大家一起来支持发展体育 促进体育 增强我们的国力 希望这个建筹运动 能带给你们健康 也快乐 假日可以跟家人一起走走 不错 近三万五千人齐聚中心行村 各县市教国团 贺备军人 商业会 体育会等组队参加 其中帮助女性改善生活 达到社会及经济负权的 国际男星交流协会 也热烈参与 真的是很好的这个idea 让全民能够 大家能够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我们男性会也是这样 我们男性会总是女人爱女人 女人帮助女人 这是我们的宗旨 郑景州郑理事长 既然有些好朋友 又是我们的老师 他不只是在推动运动方面 对我们男性的支持也非常多 我们的省的理事长 汪辉汪理事长的先生 就是我们男性的前总监 先给南投县 我们许县长一步 护抗巴士 这就是运动家的精神 企业家的精神 抱着一种取之于社会 回归于社会 主办单位准备丰富的奖品 让健走完的民众参加摩采活动 奖品包括了六辆机车 及六十辆变速脚踏车等大奖 就是要鼓励民众多运动 一起健走 一起健康久久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而这一场健走活动 基隆乡亲参与踊跃 基隆市体育职工将近三百人 还前往彰化县及南投县 参访两县的体育场 与地方进行交流 基隆市体育职工近三百人 前往彰化县体育场 观摩交流 一进场馆 映入眼帘的是全新的PU跑道 景专学生正在集训 所以我们大幅的来更新 我们的体育馆跟体育场的 这些外面的硬体设备 包含游泳池 田径跑道 就花了三千多万 那还有体育馆的整修 屋顶全部换新的钢垢 也花了一亿两千万 那接下来体育场体育馆呢 都可以容纳六千人 还有下面也可以两千人 这么多的容量 要办大型的演唱会也是可以 那游泳池那么也 也花了五千多万 所以除了迎接健线三百年 我们接下来也会在这边做很多的 健线三百的主题展览 在金融市体育会理事长 郑锦舟的带领下 志工们还参访了五千万 证件完成的游泳池 张华县也办过 全国运动会 全民运动会 还有我们的 中的小运动会 各大比赛都有办过 而且张华县是我们 六队以外 是十四个县最大的县市 我们就是说 来看人家场地 包括我们刚才也有三台车 去看林口的 运动动物 林口的运动动物 是以设计为主 全国设计好所都出自的地方 我们下午还要到南投 去看南投的体育场 我们带我们的所有这些 体育之工出外观摩 看看人家场所 看看人家的设施 以后可以提升我们 基隆的体育设施 及我们的体力的改革 非常感谢 这一次我真的觉得 来这里真的受益良多 然后我会把这边好的东西 带回去基隆 让年轻人有一个运动的空间 然后在议会我一定会把 这些东西 对 也希望我们基隆市的体育场 不要再耽搁了 感谢我们基隆市体育会 办理这一次的 彰化线体育馆的一个观摩 我们基隆市现在除了 体育场在整修以外 期待能够在明年能够完工 后年我们来办理开放以外 其他的设施 我们大概会来 以彰化线来做一个借鉴 还有需要 吸取一些经验的部分 我们会来加强 交流采访 激党更多的新火花 期待基隆市立体育场 完工后 将有更多元 开放 安全 优质的竞赛 及运动场所 让基隆成为 更有活力的运动城市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优质的竞赛 诶 学长 我有个困扰很久的事 怎么啦 遇到困难 学长帮你 最近都有别人 约我一起抽烟 学长 你可以教我怎么拒绝吗 要你抽烟的人 真可恶 让我来教你 去烟八卜 你的鞋子很好看耶 在哪买的 我很不喜欢烟味 烟味很臭 刚刚老师叫我 我先过去哦 我身体不好常常过敏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这对身体不好 为了健康不要再抽了啦 抽烟很浪费钱耶 我想存钱一起去吃好料 抽烟会变老 我才不想跟你一样 看起好老 我很胆小 连糖果都不敢吃了 更何况是抽烟 谢谢学长 你好厉害哦 都请满了 那就随便请好了 先生你这样停车违规哦 今天停泛合法 骑油停车空间只能有一列 并且停车方向 必须垂直道路 另外必须保持 1.3公尺的行人空间 这样才可以兼顾到 机车族停车 以及行人通行的权益 行行行 拍手 另外地上贴油脚丫子的 绿色地贴禁止停车 即方会严格取缔 绿角压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将店面 杂物 层栽 机车 放在绿角压上面 让行人 甚至行动不便的朋友们 能够方便通行 远离车辆 安全处等待通行 走行人穿越道 不愿意穿越车道 遵守号制 绿灯秒数足够 再过马路 栓心过马路 不滑手机 行经路口 停让行人 无号制路口 遵守停让 置路口中心点 再转弯 避免死角 车辆慢看停 行人安全行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由中家集团举办的 2023中家学院第一届 新媒体时代高峰论坛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论坛部分 是邀请了五位产观学界的代表 畅谈媒体素养的跨界推动 更与台下参加的来宾 有着深入的论战 五位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产观学者 分别根据自身的经验 来探讨媒体素养的创新与未来 其中包含了中家集团副董 来选武 台师大大传所教授陈敏宏 卓越新闻奖基金会董事长苏正平 高温市新闻局局长湘宾和 以及中央通讯社董事长李永德 由台大新闻所教授洪真凌主持 从各自的领域分享 现在媒体与资讯生态的转变 与可能的发展 假新闻或很多不实的 其实我们基本上都可以归纳成 是在网络上 跨部门或跨域 如何能协助我们在媒体学校教育上 来做推动 但各位不用太多的期待 我们没有谈谈我的创新的未来 因为目前在做媒体学校推动的时候 就其实有碰到很多的困扰 记者可能很难做到绝对的客观 或是获取的是百分之百的事实 所以我们会用一个平衡的方式 去尽量获取一个相对客观的 一个报道的内容 网继网路带来的影响 以及让现今的媒体产业 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今AI成显学之后 更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冲击 为了推广媒体试读 以因应未来的趋势 替现代公民建构更好的媒体环境 中佳集团举办新媒体时代高峰论坛 透过多位与谈人的分享 给予参与的产观学界代表 更多的思考面向 媒体的创新 创新这个是 今年最重要的发生 就是AEI的演变 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因为AEI对科技的创新 对使用方式的突破 我们媒体的前途 是非常不确定的 论坛中台上台下也彼此进行讨论 更掀起了不少实务上的论战 都是为了能够营造出更好的媒体环境 针对媒体的试读 针对面对AI的挑战 针对我们台湾 怎么样让媒体发展的更好 都有很精辟深入的一个分享跟讨论 个人受获良多 也非常期待 未来这个节目能够 这样的一个论坛 能够在持续在推动 因为我们在屏东大学 所以我觉得全在屏东 其实在南台湾也是重视 就是不只在都会区 而且能够到不同的地方 去讨论 去传播这样的一个议题 一个多小时的讨论 从产业 学术 官方 各个方面进行解析 中家学院第一届的高峰论坛 针对媒体素养的未来 要透过各界的努力 提供给台湾更好的媒体内容 记者综合报道 在金融市议员张耿辉积极争取 与市长谢国良全力支持下 市政府公务处重新跑铺 马林国小旁的这条道路 让校方及马东和马南 两位里长都非常感谢 随着怪手开挖就有路面 位在七堵区马林国小旁边 这条道路已经多年没有跑铺过 路面坑坑洞洞 凹凸不平 严重影响当地民众 学校师生以及车辆进出的安全 在基隆市议员张耿辉积极争取 市长谢国良全力支持下 终于由市政府公务处重新跑铺 反应这个道路不堪 影响到儿童协同家长的一些 行车的安全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那我们县市长上任以后 他克服了各项困难 在我们陈处长带领的团队下 现在今天总算看到要动工了 我个人非常开心 我相信辖区不管是校长设计的里长 还是学生的家长 包含胡志明的一些协助 志工都非常开心 也在此感谢我们县市长 县市长团队加油 你们好棒 负责师座的市政府公务处长 陈耀川表示 预计三个月内这条道路的路面 就可以重新铺设完成 因为这个大概有100公尺长的 一个通学步道 那我们会进行就是路面的 AC的改善 再来就是我们会做一条 就是实体的通学人行 就是人行道这样子 那大概攻击预计大概100天 那我们希望说在大概 三个月以内会把它赶快把它完工 那把就是这个比较好的通学步道 给周边的一个市民 还有我们的家长 还有我们的学生 有一个比较安全方便的一个 回家的路 对于市议员张耿辉和市长 谢国良的重视 让马林国小以及马东 和马南两位里长都非常感谢 其实都会接受到家长的一些反应 说这里的道路 通学道路实在很危险 尤其是骑车的家长 每次在这个地方的时候都差点摔倒 所以他们其实已经是反应很多年了 还有这里的我们的侧门 是通往我们生态园 所以我们每天的大厦课 都是要从这边 学童都要经过这条道路 然后已经长期我们反应 都是没有用 那好不容易呢 这一次就是艺座 然后还有市长的帮忙 可以促成我们这条道路可以开工 那其实我们从上学期就已经告知家长了 家长们还有学生其实都是非常的开心 期待今天开始动工 真的我很高兴要开始动工了 这已经我好几年 期待已久了 这条路真的我申请好久 都没有下文 很感谢今天真的开始要动工了 最感谢的就是我们的市长 还有我们的张议员来扶持帮忙 才有今天的结果 谢谢 然后今天这条路如果可以动工的话 我们真的要感谢 给我们的那个谢市长 还有我们的张艺座 真的非常感谢 谢谢 谢谢 谢市长 加油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政府鼓励员工多运动 在体育馆举办员工桌球赛 市长谢国良与市议员曾济妍举行开球仪式 宣布比赛正式开始 不论是真拍反击拍攻击 市长谢国良亲自下场为球赛开球 我想打桌球是我们台湾也好 中华民族也好 各有的一个专场 也是一个运动能量很大的一个活动 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透过打桌球 多流流汗强身健体 这个增加大家的这个健康 那感谢今天共同的来参与的好伙伴 鼓励市府同仁多运动 市府员工桌球赛 久日在体育馆开打 总计吸引140人报名参加 争取最好成绩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鸡龙有如童话故事般的咖啡店在哪里呢 梦幻千层蛋糕到底有几钱啊 限定版的委托行咖啡究竟在哪里呢 基隆位节目将用镜头带领观众实地走访 体验基隆的位 表现出爱有千种表达方式 在基隆大大小小的故事里 是否让您感受到基隆是个处处有温情的城市呢 美丽基隆影片争选及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六届 分为影片争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29万元 现在就拿起您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 既论属于基隆的友爱城市 充满爱 触动人心的故事吧 详情请假活动官网